大家好,我是小勇 今天跟大家分享香菜豆腐羹的做法 咱们先切豆腐 豆腐切细条 香菜切小段 打一个鸡蛋充分的搅散 准备点淀粉汁等会勾芡用 砂锅里加适量水 冷水热水都行 放豆腐条 大火煮开 煮开后把蛋液慢慢的倒入 边旋转边倒做出来的蛋花漂亮 再次煮开后放香菜 加适量盐搅拌均匀 再次煮开后勾芡 再次煮开后放少许鸡精就可以开饭了 再次煮开 非常清淡,非常好吃 建议大家多吃这样清淡的饭菜 喜欢小勇的视频请帮忙转发点赞 也请大家关注我 咱们明天见 大家好,我是小勇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花卤蛋的做法 我爱吃鸡蛋的一顿都能吃5个 咱们先煮鸡蛋 鸡蛋温水下锅 煮5分钟 加一点盐,防止破皮 煮好的鸡蛋捞出 凉水里泡一下 泼的时候不烫手 包好的鸡蛋贴一片香菜叶 也可以贴芹菜叶 一定要贴平整 贴好放纱布上 有花的一面朝下 包起来积紧 开罐啤酒 倒入砂锅 我的砂锅小没有加水 大家也可以适量添加点水 放入花椒 八角 桂皮 香叶 冰糖 干辣椒 老抽 生抽 盐 所有的调料没有准确的量 可适量添加 放入包好的鸡蛋 盖盖大火煮开 煮开后转小火 再煮20分钟 卤蛋做好了 大家可以多泡一会儿 更入味更好吃 拆开纱布 清洗一下 樱花卤蛋做好了 这么漂亮的鸡蛋 我爱吃鸡蛋的都能吃好几个 喜欢小勇的视频 请帮忙转发点赞 也请大家关注 咱们明天见 大家好 我是小勇 今天跟大家分享油炒的做法 天气凉了 胃寒的人一定要多吃 咱们先准备材料 先把面粉炒熟 炒面粉的时候 要开小火慢慢炒 面粉发黄就熟了 炒好的面粉备用 把核桃仁和花生仁压碎 我个人喜欢吃有点颗粒的 所以没压那么碎 把花生皮去掉 锅中放炒菜一样的油 冷油放花生 冷油放花生 炒炒仁 黑芝麻 小火慢炒 炒熟后放面粉 一直翻拌均匀 加适量盐 翻拌均匀 油茶就做好了 吃的时候舀两勺 用开水中开 感觉淡的话可以加点盐 早餐晚餐来一碗都非常的舒服 胃热便秘的人不建议多吃 胃寒的人一定要多吃 非常好喝 感谢大家观看小永的视频 也请大家关注我 咱们明天见 看小永的视频 看小永的视频 先去看小永的视频 一到两天就可以吃了 非常的脆 非常的甜 柿子已经问上了 明天带大家过来看 柿子问好了 咱们切开一个看看 非常漂亮 我先尝一下 非常多汁 非常甜 喜欢小勇的视频 请帮忙转发点赞 也请大家关注 咱们明天见